請黃文智雄發揚 黃文智雄 黃文智雄不在場 本人暫不予處理 請老人四把發揚 主席各位先進 本位委員內事法等18人臨時提案 有關於最近媒體草屯佛委員網的 所謂二次掛號費的問題 其實據了解在一號時代的哪裡 衛生署至民國九十一年起 便開始推動國內醫療 醫療體系病例電子化的政策 繼續成效頗加 然而病例電子化所帶來的最大效益 應該是提高醫療服務效能與效率 可是從醫療檢驗服務而言 並沒有有效發揮醫化的功能 因此為了提供民眾便捷 以低成本的醫療檢驗服務 原提案要求行政院衛生署 現請檢討國內醫療院所 針對民眾回診看報告 卻被收二次掛號的問題 以及醫化問題的配合 提出具體的改善辦法 是否有這樣進行工作 我們已經把數字建立匯マostic 甚至後 是否有問題 必須暴報告